然後不只是光環 還有最新明天準備進場佈局的光環第2 也是CPO的標股 然後剛剛我提到的高利第2、高利第3 這個都是4月底要佈局 5月份要大標特標的全新標股 這一波希望大家可以趕快跟上小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那麼上個禮拜五 美國四大指數全面的大漲 那包含費半這邊上漲了2.61% 然後NASDA也漲了2% 道瓊跟S&P500全部都漲 那我要說我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我記得上上禮拜五 每超微有一天大跌了23% 那天也是大盤這一波修正回檔的最低點 如果說大家有印象的話 最低就在上上個禮拜五打到19291點 那個時候是美股也大跌 野股台股也大跌 然後雅股也全部都中出 大家好像覺得世界末日來了 聯總會也沒有打算要降息了 可能要升息 以色列跟伊朗好像準備要打起來 AI股全面拉回每超微一天跌23% 只是它沒有給出一個財報的指引 但是那個時候你記得我怎麼講 我說下一個禮拜 美國會有一堆AI龍頭股要公佈財報 它一定不會不好 而且只要符合預期或者略優於預期 股價一定大漲 為什麼 因為已經先跌下來了 根本沒有利空已經跌成那個樣子 漲多了 做了一個回檔修正 過度解讀那個回檔修正 把一丁點的不是利空解讀成非常重大利空 到時候反應完畢之後股價已經大漲 所以昨天你看NVIDIA 應該說禮拜五了 它漲6%多 Google漲的接近10% 然後美超微漲的超過8個百分點 因為Google財報就是OK啊 不錯嘛很好 重點是META雖然說股價大跌 但是他們不約而同都說擴大資本支出 那你以為這些軟體股網路股 他們資本支出要擴大在什麼位置 其實不就是採購GPU 採購AI伺服器 要把整個雲端的所謂的資料中心 才能把它架設起來 要搶所謂AI的這一塊的市場 所以我就說看到META財報 我就說這個對AI的硬體股重大力度 因為大家都要擴大資本支出嘛 所以AI伺服器才剛剛進入到一個出貨爆炸的出身段而已 對於美超微沒有任何看壞的理由 所以你看美超微上來了 然後美超微好像是明天會公布財報嘛 只要優於市場的預期 跌23%那怎麼下去就怎麼上來 我看NVIDIA跟美超微應該很快又會看到1000美元 所以台股當然受此激勵 今天股價指數最多盤中漲363點 來到了20484點 從上課上禮拜有的低點 19291點漲到今天又漲了接近1200倍點上來 而且在所有的市場之中 今天台股唯一成功跳到月線之上的最強勢的股票 最強勢的市場 所以我就說因為台股囊括了超過七八成的 AI的硬體供應鏈全部都在台灣 現在只是AI的初期的爆發階段而已 台股未來還有很長的多頭要走主流就是AI 然後今天最強勢的主流 上禮拜噴不停的一個是水冷 那今天是CPO的上選跟光環全部都噴漲停 光環我們上週試買的 今天都已經連續第三根了 上全今天也連噴兩根漲停吧 所以雙刀流已經出現了 水冷跟CPO就是眼前最強股 當然還有一個啦 IP股像智新 房東最高來到3270 上個禮拜最慘的時候 股價是跌到多少 2760 前一個禮拜是跌到2695 那時候大家都看得很衰啊 就只有我在這邊告訴你說 IP股這一組平均跌幅已經超過36%了 人家都已經從4565跌到2695 你還要他怎樣 他不但沒有掉單第二季 不但沒有衰退要持續的成長 還要引進大股東入股公司 但是股價已經跌了接近2000塊哦 我就說3000塊以下都是買點 到現在的價位3125盤中最高3270 其實你會發現說 聽我的話在地上買全部都賺了 然後季線在3570 3000塊以下買你都會賺錢 我相信漲回季線不會是問題 因為國際的那些 Amazon啊 Microsoft Meta 大家都要加速自研晶片的進度 腳步 所謂的自研晶片 嘴巴上講的好聽叫自己研發 其實不外乎就是找創意來幫忙 世新來幫忙 那世新又是最大宗 所以他是最大的贏家 趨勢是不會改變的 也一度拉到快要漲停漲得超過8%多 2095打到1100 近乎腰斬 季線1488 我認為反彈到季線也不是問題 5奈米陸續都通過台電的認證 其實客戶也都有 那據我了解3奈米客戶也有 下半年業績會大爆發 重點是跌升最大利多嘛 跌到近乎腰斬 漲回季線我認為都不是問題 都不是問題 經理科 反正最高348塊半 幾乎快要漲停 那這一波本來是最強勢的IP股 人家大跌他是逆勢創高 結果短短一個禮拜之內 一路補跌到最低點是275塊半 瞬間577到275 一下子300塊就不見 短線負乖離太大 而且跌到最低點時候 出現一個爆量的換手 所以我就說籌碼都斷在下面了 季線在463 乖離這麼大 季線以下的籌碼都清的乾乾淨淨 上去其實沒有任何阻力 唯一只差現在是20分鐘的翻版交易 但我認為股價漲回到季線 合情合理 趨勢沒有改變之下 股價他很快就回到原本應該有個下位 所以IP股跌升會繼續來做一個反彈 然後上禮拜最強勢的水冷股 雖然還沒有過高 但是在新高附近 隨時準備穿越3月底的401塊的高點 姿態都超級強勢 整個水冷族群姿態都超級強勢 因為他水冷第二季出貨會計增100% 第三季再增200% 第四季再跳200% 而且最大的客戶就是美超維 所以我就說他叫做尼德科第二 尼德科是因為日本母公司接到美超維訂單 紫宜姆貴股價連噴8根的漲停板 但是人家高麗是自己要出美超維 後面業績動能會真的更加的強大 而且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 水冷的相關零組件 目前大缺貨中準備要漲價 那為什麼 因為原本市場預期說GB200的新的server 應該是年底或者明年低季才要開始入學要出 久沒沒有想到時間都提前 廣達鴻海或者美超維可能陸續第三季抵來 9月份可能陸續就要出了 那他全部改用水冷 問題是市場大家準備不夠 很多公司已經陸續拿到訂單有認證的 但大家產能還沒有準備太多 出貨量突然間拉起來 又全部都要改用水冷 產能不夠 供貨不夠 所以客戶現在已經傳出說 只要你有產能 當然前提是你產品是OK的 通過認證 那價格都好談 其實這代表就是說漲價都沒有關係 你能給我的趕快說給我要出貨 那以前我常在講就是說 產品漲價的股價是最標的 尤其是當整個產業它進入到一個缺貨期 那大小公司全部跟著漲價的時候 二線廠它漲得會更窮 比如說在兩三年前的Driver IC疫情的時候 原本大賺錢的是聯勇 那天鈺跟敦泰可能就小賺或者虧錢 但是當那個Driver IC進入到一個大缺貨的浪潮 大家全部漲價的時候 比如說聯勇原本報價就比較高 一線廠它報價100 天鈺可能報價比如說90 敦泰可能績效最差可報價只有80 但當整個市場全面缺貨 你有貨我就買 聯勇可能漲到120 天鈺從90也漲到120 敦泰從80也漲到120 那漲價幅度最大的反而是二三線廠 所以當進入大缺貨潮的時候 二三線廠反而漲得更兇啊 所以我相信齊鴻跟雙鴻還要繼續漲 雖然今天都拉回 但是因為上禮拜漲太兇了嘛 這是很正常的 就是一個輪動格局 我相信都還會有高點 二三線廠未來爆發力會很大 所以高利 衝過前面高點401 我相信絕對不是問題 超重可以漲8 跟高利 我相信未來的爆發力會更大 然後廣運 禮拜四九十三點四 禮拜五九十四點三 今天來到早上九十五點三元 也創了波段的新高 第三季隨潤就會出貨給廣達跟河塑 所以隨潤產品本來就Ready好 訂單也都有 而且毛利率高達四成 今年可以上三八塊錢 如果後面伴隨著還要再漲價的話 營收獲利可望再上修 到時候股價 我相信就有機會去衝破前面高點 也差一點點 95.6差一點點而已 三位素是 我相信不會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因為隨潤這個趨勢太過明確 還有高利第二 禮拜四漲停 禮拜五月漲停 連兩根 然後今天平盤附近整理 剛剛盤中翻紅 隨潤部分已經準備兩年了 那今年市場整個打開來的 拿下台廠美廠的大單 包含廣達跟美超圍的大訂單 應該下半年陸續就要出貨 所以呢 五月營收增溫 下半年出貨大爆發 而且如果說再漲價的話 獲利再上修 營收再上修 股價在這一邊 兩年大底 我認為會有超過一倍的空間 這些都是 大概是五月份的超級大標股 然後高利第三 禮拜五平盤附近買 禮拜一呢 大漲6.2% 創了一個波段的新高 它不是水冷 它是Coverse的散熱片 同時透過台積電 NVIDIA跟AMD的認證 下半年出貨給台積電 晶片就是要 否NVIDIA跟AMD的最新GPU產品使用 因為Coverse封裝 它要在晶片跟封裝層裡面 有一個所謂的這個散熱片 要把那個熱源把它分散掉 才不會集中再一點 然後晶片燒掉 所以這個部分非常重要 它可以通過台電認證的 跟著台電都可以發大財 我相信這個股票 後來會有非常大的標準的空間 所以大家布局的都是一時之選 一時之選 然後還有光環 禮拜五漲停 其實禮拜四買的那天就漲停 今天又漲停 連三根49.4 禮拜四買39塊4 然後漲停、漲停、漲停 三天時間賺10塊錢 25%就把它賺進來 到現在股價還是鎖住啊 鎖了多少 這樣是鎖7000張左右 鎖了7000張 跟上權一起標 上權現在是多少 130啊 那它才多少 它才不到50塊錢 那這次標準 就是光照全面入主 董金改選嘛 光照的人馬會全面入主 那光照後面大股東叫伯洛威 上權大股東叫伯洛威 所以光環的大股東 其實也就是波羅威 整個泛波羅威集團 它已經成形 那這個集團過去跟台藝店 一直有密切合作關係 其實我認為它就是要請這幾家公司的力量 全面發展CPO 那上權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 股價從二十幾塊二十四塊 一路標到多少 標到144塊 光環 它不是才剛開始而已嗎 所以不只賺25% 我相信 後面還有大錢可以賺 然後不只是光環 還有最新 明天準備進場佈局的光環第二 也是CPO的標股 然後剛剛我提到高利第二高利第三 這個都是四月底要佈局 五月份要大標特標的全新標股 這一波希望大家可以趕快跟上腳步 那想跟上的方法很簡單 YT或者來電 或者LINE的官方帳號裡面留言加一 那以及你的聯絡方式 明天帶大家一起全部都一起上車 明天全部都上車 光環第二高利第二跟高利第三 把握機會吧 祝大家超出順利 明天再見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生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